本土病例大爆发 疫情热气就在台北市万华区 有确诊个案足迹 人潮聚集的公共场域 台北市政府联合陆军第六军团 33化学兵群执行防疫大消毒 目前时间接近中午12点 国军的化学兵刚刚结束上午的勤务工作 他们身上的配备非常的重 防护衣也非常的厚 接下来他们就要回到了临时休息区 大约新闻镜头将带领直击 这群幕后英雄的庐山真面目 出入高风险地区保护措施齐全 接口处的胶带得用力才能撕开 任务结束 弟兄们也得全身喷酒精才能卸下装备 30多度高温下防疫装备脱下 头发湿透 面罩拿下脸上有着明显印记 主要就是真的是流汗 会让身体很不舒服而已 其他就主要是皮肤 女生皮肤真的是蛮容易 像我就长了很多痘痘 因为又要一直戴口罩 大男生更是汗水大爆发 全身散发男人味 几天来的消毒勤物 反复喷酒精的结果 双手异常不舒服 现在可怕吗 可以是闷住 所以可能有一件 就类似覆对手的感觉 那有看医生吗 还没有 化学兵群已经十多天没有回家 每天至少出勤三次 守护国人健康安全 父母也难免会提醒自己要注意自己安全吗 但是蛮骄傲的 然后也觉得努力还蛮值得的 就是让人民感到安心这样 化学兵群再度全副武装 背起25公斤的气务式消毒器 他们来回穿梭在捷运站继续和病毒作战 都是配合台北市政府 那目前有筛检站 还有消防局的防疫公车 以及防保局 针对十大场域的消毒 我区分这三类 那每天几乎平均派遣兵力 大约一百人上下 有时清晨五点出发 下午六七点才能休息 只为了清消每一个风险 他们持续在雾气中 挺胸前进 他们是化学兵 更是防疫英雄